28.把面发 今天又蒸了一锅枣花馒头,蓬松轩,好看又好吃 还是先来和面 300克白面中加入3克酵母,3克白糖,165克温水,和成一个白色面团 300克白面中加入30克南瓜粉,3克酵母,3克白糖,175克温水,和成一个漂亮的黄色面团 把两色的面团搓成长条,分别下成12个等份的面积 再把两种颜色的面积擀成圆饼,重叠到一起 用筷子找一个中心点 再像视频中那样,用筷子把边缘向中间按压出4个角 再把出来的4个角按压出8个角 再用叉子压出花边,挡出花瓣,中间放上一颗红枣,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放入蒸铁,醒发至两倍大 冷水上锅,水开即时蒸15分钟,焖5分钟出锅 早花馒头就做好了 蓬松轩软,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我吧,每天分享好吃的 如果您可以做的话,的话愿意的行动